纳粹德国使用中威力弹的STG44式突击步枪就引领了这一发展趋势 说既能打中又能打死打伤 这是有效是两个重要的一个标准 我400米精确一瞄准就能打中 但是在200米呢 我的瞄准的要求略微低一点也能打中 我们讲的是打中 那么当然在这个距离上子弹动能更大 在200米以内 就是一般情况我们讲战场看得也比较清楚 能够比较准确的应用目标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双方共投入210万兵力 200多万人伤亡 苏军62集团军伤亡人数甚至超过其编制人数 苏军平均战场存活时间 士兵不足24小时 军官不超过三天 战斗最激烈时 士兵存活时间不超过九分钟 士兵活一天是班长 两天就是排长 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 不要把现在有战争看到都是远的打的 没有近的打的 这是错误的 恰恰轮到步兵作战的时候 它的烈度 它的难度 它的强度 对于武器要求 对于人员的战斗技能和战斗意志的要求 可能会更高 向战成为双方步兵之间的对决 街道 房屋 车站到处都是战场 两军逐屋争夺 寸土必争 双方甚至为争夺每一堵墙 每一个地下室展开激战 有时只有一墙之隔 敌方呼吸声清楚可闻 基本上不需要精确瞄准 火力最主要的要求是射速 战场上 苏联和纳粹德国的主力冲锋枪 波波沙跟施麦瑟 冤家路窄 狭路相逢 在波波沙出现前 施麦瑟盛极一时 是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军人的象征 波波沙射速每分钟980 施麦瑟冲锋枪每分钟580 射速只是波波沙一半左右 波波沙71发弹鼓 比施麦瑟32发弹匣的 融弹量高出一倍多 在200米的有效射程内 波波沙战斗持续性很强 足以压制对方 在整个魏国战争中 波波沙冲锋枪功不可没 生产总量约600万支 被誉为人民冲锋枪 与卡丘莎火箭炮 一起成为苏联红军的标志 二战中几乎所有交战国都普遍装备了冲锋枪 唯独日军几乎没用 百式冲锋枪是日军唯一的冲锋枪 但装备很少 士兵拿着的还是上了刺刀的三八大概 1909年日本步兵操典上写着 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 白刃战中一寸长一寸强 为了增加胜算 日军使用长枪长刺 插上刺刀后 三八大概总长一米六六 超过日军平均身高 也比中国部队上了刺刀的中正式长出十几厘米 除了使用长枪长刺 日军还把本就不多的冲锋枪也装上了刺刀 就连机枪也没放过 99式清机枪因为装配了刺刀 而成为世界枪械中的奇葩 枪刺虽然只是枪械世界中不起眼的配件 但它身上却传承了冷兵器时代 长矛方阵 声势浩荡 所向披靡的历史 1943年5月30日 在长江边上一个小镇石牌 爆发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 甚至有人称之为东方版斯大林格陆保卫战 1943年爆发了著名的石牌战役 石牌战役是抗战当中最著名的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集团白刃战 在整个战场过程当中 有三个小时的白刃战 那么在最激烈的时段 整个战场上没有炮绳没有枪绳 只有刺刀和刺刀之间的碰撞磨砺的声音 还有士兵的惨叫和怒吼 就是说中国军队当时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石牌要塞保卫战粉碎了日军攻打重庆的部署 遏制住了日军自意践踏的铁蹄 短小的刺刀取代好几米长的长矛 是火器时代武器发展的必然 但直到17世纪末 一个小发明问世后 并行达三四百年之久的冷兵器与热兵器 才完美地统一到易杆枪上 17世纪中叶时 当华唐枪手射击完之后 往往就要进入到白人格斗期 这时的华唐枪手往往需要捡起地上的短剑 或者折断的长矛 插入到枪管中才能够参加白人格斗 这也许就是枪刺的来源 但是一旦插入华唐枪管之后 枪就不能发射了 谈到枪刺不能不提法国人 世界上第一次成建制的刺刀冲锋 是法国步兵开启的 第一把现代枪刺也是法国人发明的 17世纪末 德沃邦的名声如日中天 他是法国青年们的偶像 既能上马安天下 又能下马铸文章 是历史上罕见的 擅长带兵打仗的法国皇室工程师 73岁去世前几个月还在驰骋疆场 55岁时 沃邦有了一项影响步枪发展的发明 德沃邦将刺刀用套环套在枪管上 这样既可以射击 也可以形成一种长矛式的兵器 1688年 他又对此进行了专门的修改 刀柄用卡座牢牢地固定在枪管上 所以这种刺刀 卡座刺刀一直延续到现在 德沃邦发明了卡座式枪刺 装备枪刺的碎发枪 同时具备了远射与白刃战的双重能力 有了枪刺 火枪手自己就是长矛兵 火枪手与长矛兵远攻进守 彼此配合了三四百年的作战模式 彻底终结 纵横欧洲战场上千年的长矛兵 从作战编组中消失了 变身为装备枪刺的火枪手 近战肉博 日军喜欢拼刺刀 苏军纳粹德军主要用的 竟然是用来挖欠豪的圆锹 如果是人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 可以说是什么能用上的武器都要应用 有可能那块石头 那个手榴弹本来你要投出去 但是这个手可能是拿到手里头去砸敌人 那么我现在我讲这个锹 我拿着这个锹 人家讲很多人管它叫什么工兵小铲儿 但是这个东西格斗起来 那是相当的凶猛 你想这个砍了 戳了挑了 咋要拍呀 什么东西没有了 用手掐 用拳头打 用这个掌坯也都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人与人结战的时候 已经没有过去那种 什么传统的贵族的那种 什么派呀什么的 没有了 最这个直接的就是消灭的人 自动武器的普及 使白刃战越来越少 但是冷兵器不会退出战场 刺刀的功能有了更多的拓展 用途已经远远超出白刃战 原来就是用来切割刺杀 是吧 后来呢就出现了 除了切割刺杀以外 增加了破坏剪的功能 还有增加了锯的功能 就是可以锯断金属 一些或者是一些植物 剪切电线铁丝网 作为破坏剪使用 那么最典型的呢 就是苏联的 ARC-M自动步枪上的那个枪侧 那么这个枪侧呢 在世界上首先出现了 它的刀背 是锯齿 和刀鞘组合以后呢 构成一个破坏剪 这样就在每个步兵的手中 都具有破坏剪 步枪和刺刀 永远是士兵手中 最基本最可依赖的武器 枪械发展700余年 白刃格斗早已不是战场的主宰 但刺刀却凝聚着军人 勇敢无畏 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 枪口下方的刺刀座 会永远不断